這次的食物中毒案 減出國內首例的米酵菌酸 但是卻引發了部分民眾擔憂 紛紛避開米製品 甚至有商家停售米類的產品 對此有學者是建議改為 椰酵菌酸比較貼切 而為了避免污名化 衛福部表示將會召開專家會議 討論是否更名 臺北市原百姓醫店保齡茶室 食物中毒案造成糧死 超過三十人身體不適 有多位患者體內驗出米酵菌酸 被外界認為是這次食物中毒的禍首 對此來自馬來西亞的清大教授 黃真祥認為 應該將米酵菌酸更名為 椰酵菌酸較為精確 由於米酵菌酸是國內首度減出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表示 米酵菌酸的產生有三個重要條件 第一是唐昌樸博克氏菌 是相當特別的細菌 而且要特定牙種 是屬於土壤細菌 但毒性很強 第二是介質 一般是澱粉 椰子等 第三是溫度介於二十二到三十三度的中性環境 而且食物本身有發酵情形 要符合以上三藥件才會產生米酵菌酸 目前鎖定 參有玉米澱粉的果條 為米酵菌酸最可能來源 而為了避免污名化米製品 將討論改名 王必勝強調 唐昌樸博克氏菌在臺灣很少見 因此不排除是國際通聯平凡下 人為帶進來的 目前已經對保齡茶室的廚房環境 進行採樣 後續進行細菌培養 以確認是否能培養出唐昌樸博克氏菌 最快兩週內會有結果 記者 賴水美 蔣龍翔 中建剛 台北報導 農民洪水美 蔣龍翔 中建剛 台北 在北 中建剛 台北